面对孩子的磨蹭,你是否一次一次催促? 面对孩子的错误,你是否一次一次唠叨? 每一次的口水连连是否让孩子厌烦? 每一次的苦口婆心是否达到了效果? 心理专家做客健康之路和孩子家长一起探讨教育大计。 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当中同样也请到了我们的大朋友,也请到了我们的小朋友。 周小天,石油富小三年级,妈妈杨淑红,教育感言,爱之以成,小之以理,受之以愚,观之以行。 赵新童,石油富小三年级,妈妈韩红霞,教育感言,孩子不是缺少知识和技能,而是缺少文化和精神。 赵军川,石油富小四年级,爸爸赵顺,教育感言,快乐成长,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本期心理专家张九祥,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国奥心理医院副教授。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就给小朋友们播放了一段影片资料。 不要乱扔东西,乱扔东西这么多,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把棍子又给扔掉了。 救命啊! 看完这个片段,演播室主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西游记中,唐僧曾经念的警局证是做什么用的? 结果,三位同学的回答竟然一致,都认为是教育。 好,来,家长,请亮题板。 小周妈妈说,约束和管理,这比教育听起来就可怕得多。 小周妈妈说,让他在关键的时刻听话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就是,平时吧,我老唠叨他,不停地唠叨他,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就是像他爸爸跟我说的,他说,好多事情你让他再做。 然后关键的时刻,你说上了一两句,特别鼎用。 来,我看你写的是什么? 对孙悟空的武器。 你更狠。 这个,以前小的时候,一般不听话的时候,一二三,吃到三的时候就听话了。 对,对,对。 现在,你数到十的时候也不听话。 现在很难管。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家长现在对孩子想去控制他, 或是想去教育,用控制的方式教育他的这种愿望,理念,越来越强烈了。 所以当我们拿出这个题目,还筋骨咒存在的时候,我觉得最高兴的不是孩子们,而是我们的家长们。 他们也有招了。 很渴望我有一个筋骨咒。 对,所以张老师,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种叫口水的教育方式。 他说两层含义,口水是出自教育者的,而不是出自教育,而被教育者。 被教育者不会把它当成甘露。 它会当成从你的口里出来的,我不想要的。 施语者以为自己是口吐莲花。 对。 每一滴都是甘露。 到他们这儿就是特别烦人的口水。 而且我注意到他三个为什么写教育。 实际上我现在想象,他写教育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打起了一把伞。 你可以吐口水,我在被教育,但是我是撑着伞在接受你们的教育。 有点油盐不尽。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很多家长在教育的过程中都难免会说教和唠叨。 在孩子们的眼里,家长的口水指数是多少呢? 他们唠叨时的口水语言会是什么? 又会经历哪些口水事件? 父母对孩子的答案是否认同? 心理专家又会给出怎样的解释? 他还是小姑娘开始啊,他给妈妈打的这个指数,口水指数五颗星。 您接受吗? 不接受。 不接受啊。 第二,口水语言最爱说的是快点。 快点。 快点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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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睡觉。 你给我学一下,他。 什么都快点。 最著名的口水事件,他认为不能忍受了已经。 家长会之后,老妈的汇报。 这给你汇报还是给全体同学? 给我汇报。 给你,开完家长会回来,单独的面对面汇报。 太烦人了。 太可怕了。 我一想,我都害怕。 反正在家长会,老说的全都是一大的废话。 心里都废话。 然后他又回来当传声筒。 对,又传了一大的废话。 脑子胀了。 然后其实他比老师说的还多。 老家语言。 好,下一位。 这个小周同学,口水指数五颗星。 也是,赶快,赶快。 您接受吗? 我也是。 差不多吧,我四颗星。 好,然后他说,口水语言,赶快,赶快。 妈妈经常说这个,你跟他的遭遇是一样的。 学多慢了,就说快,学多业。 刷牙那个时间太长,就说赶快,刷牙。 口水事件,你认为没有吗? 下一位,他打得很理性,口水指数一颗星。 因为我爸爸在家都不是那么捞的,我不觉得很烦。 如果今天是给妈妈打分,你打几个? 零颗星。 那你的生活简直太幸福了。 来我们看家长的,从老赵他爹那开始。 他给自己的评价也很好,口水指数一颗星。 你平时不太爱捞的? 没机会捞的,因为我在家有时候在外头时候多一些。 第二位,然后我看他的语言很多。 张老师,这样怎么怎么不对,你怎么又怎么怎么着呢? 对,我经常说,你怎么又这样的,快点快点,反正还是,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磨蹭引起的。 你也认为他很慢做什么? 对,还有就是写作业的时候,字儿吧,有点乱,我就急,我就给他擦了,他总写。 然后他写的不好,我又给他擦了,我就急了。 所以就老是不停地催他。 看电视为什么? 赶快看,把这集看完。 不是,他就是跟我说话,有时候他说我看二十分钟吧,但他那一集没有完,还有五分钟才能结束,他就跟我磨蹭。 这五分钟能不能再让我看完,我就觉得,这是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啊什么的,我就会说,你怎么又这样啊,怎么怎么了,跟他发生口水事件,其实都这些事情。 口水战。 对,对,对,每天都会上演口水战。 每天都会,就是你来我网,你看他给我打的五颗星,我自己打的四颗星,是这样,但他就是什么事情他都不记,所以他说没有,最近没有,实际上每天都是唠唠叨叨的,我也烦,我也不想唠叨。 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小赵的妈妈,是两颗星,你的自我感觉很好。 我觉得我没有天天的去唠叨他。 第二,你的口水语言说,采访稿写完了吗,作业写完了吗,全是工作。 对,一般就是说他,你看这个稿子吧,你交给他两周以后,他还没有过交稿子,我说你怎么还没写呀,慢慢慢慢就拖,有时候拖一个月。 这三个孩子在学校里是被安排的,回家之后是被父母安排的,你看他为什么这边是赶快赶快赶快,口水这边都差不多的,都是督促,学校里的督促有制度,有老师的形象,还有一个群体的共性的压力,但是家里的动力不足来源于什么,来源于父亲母亲的位置和角色。 我说父亲,我有母亲,我就可以安排你,那么你是孩子,你就可以被安排,你就必须听,那么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小蕾,我不知道想的对不对,隐藏着他们愿意不愿意被安排,愿意不愿意你们以口水的形式把这些安排的东西灌输给他,来咱问一下,有的时候不愿意,有的时候就愿意,小周呢,你呢,不愿意,你呢,有时候愿意,有时候不愿意。 会有,有时候会愿意,对,因为有时候他让我画画,画什么画,我都愿意,哦,因为有兴趣在里面,要写稿子,我真不愿意,这就非常好了,就是说孩子有愿意做的事情,也有不愿意做的事情,对啊,当妈妈或者爸爸的安排没有被实现的时候,他会以口水作为重压,促持实现,其实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交流,甚至我们讲到说教育,其实它是应该有更好的方法的,对,接下来我要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个, 你们非常熟悉的影视剧作品的片段,好不好。 不容得太啊,画得日落才回来,去去去去,干点正事去,画画也正事啊,那叫什么正事啊,哎,我实话告诉你啊,刘兴,你知道你妈妈小时候功课最差的一门是什么吗,美术,你妈妈在这方面也没天分,甭学这个啊,瞎耽误什么红花啊,我东勇怎么了,我画画又怎么了, 不让我画是什么,我偏画,我就要把我说在这种不公众的待遇,全都画到嘴上,全都画到嘴上,我支持你,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们这孩子有多惨,说话就画。 刘兴用漫画对母亲的安排进行了反抗,现场的父母表示,当孩子提出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时,家长们都会支持,但是他们的答案却和孩子们的截然不同。 老赵他爹写的是,你愿意学就让他学去吧,你是这么想的,还是这么做的? 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其实我对他的学习来讲,没有太高的要求,只是希望他快乐,希望他能学很多东西。 好,老赵,老赵有些想折纸,但是爸,我说折纸有什么用,还不如读书呢? 这不是他说的吧?从他刚才的回答,我认为这不像他说的话。 这是我说的话,是这样的,他这个,我现在他们的要求阅读量,他没有很多时间去读书,现在孩子们。 所以我还是很平等地跟他说,我说折纸没什么用,但是读书很有用。 庄华说,只要孩子有兴趣,我立刻给他机会让他学。 你看我跟他口水之间,就是之间口水比较多,但是我也挺尊重他的,有时候他说他学钢琴,我就给他报钢琴。 然后我给他报的围棋,他说他现在没有兴趣了,我就停掉了。 然后我就说学唱歌,因为我喜欢听别人唱歌。 然后他就学了一段时间,他说我也不想学了,我就停掉了。 小春说,我想报我喜欢的班,不让。 来快跟我们说说,妈妈刚刚跟我们说,不是,你喜欢什么就去报吗? 你想报的,喜欢的班是哪个班? 要么就是没跟我说,要么就是那,我一般都提出来,我都让他去。 是哪个班?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反正你就觉得有你喜欢的,他没让吗? 喜欢的不让,最喜欢的。 我班字会穿衣服,或者是,有时候他的班太多了,我觉得他太累了。 我有时候会建议,不会说不让的。 这事你有没有认真地跟妈妈交流过? 就坐下来心平气和谈一谈,有过吗? 没有过? 你也是支持啊。 就是兴趣爱好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我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就开始去发现,就是发现哪一,哪一方面比较适合他。 像画画,唱歌,呃,鼓声什么的啊,都报过。 小赵说,想去新科技馆,老妈老说,去哪儿没什么用,然后去了几个小时就走了,是吧? 科技馆里面有很多新的东西,还有新实际的东西,所以他想去看,老人说这个,确实也没什么用,看了就看了吧。 现在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要去沟通,然后有一个主题是,父母和子女之间打起了口水战。 嗯,而这个口水的始作用者是父母那里发作,发动出来的,孩子是一个防御的,现在能不能换一个角色,我们的口水可以不可以从孩子的口中吐出? 我们父母去当一个接受我们孩子的口水的清听者。 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经常可能会有的一种沟通上的问题,我们再请大家看一段录像,来。 行,那我告诉妈妈,哎,成,拜拜。 拜拜。 妈。 小雪的一张纸条 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一次冲突 四年级的赵新彤说 她和妈妈就经常使用这种方式交流 就不愿意理妈妈的时候 她就喜欢写一封信 就比如我妈后面一些 都是 你妈带了个信 来我们看看 你还不愿意理她的时候 对 写作业 就那时候那假期写作业 然后就特翻卷作业 她老师说 必须要写完快点 特翻卷 怎么生气了 结果她就把写一张纸涂在上面 有一个笑脸的心 然后这个在哭 你给我们解读 裂了 心碎了 然后这个是流眼泪 然后说 爸爸妈妈原来 原来 你念一下 爸爸妈妈原来你爱我 现在为什么不爱我了 你太伤感了 他不理我 他在他屋子里 我在我屋子里 然后呢 那怎么办呀 我就给他写一封信塞进去 他又给我塞进出来一封信 这是个什么事了 这一段 就是他写信的这一段的这个 这个起因 为什么要这么 你给我念一下行吗 2008年2月19日 我让女儿在家做寒假里的作业 她很不愿意做 由于 催促的比较紧 她生气了 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 内容是 爸爸妈妈原来你爱我 为什么 现在 现在为什么不爱我了 我看后又高兴又伤心 还有心疼 高兴的是他有思想了 会有创意写信了 而那可伤心的流泪的心 让我真是 让我真的是又伤心 还有心疼 你现在看这个信 你伤心吗 你心疼吗 你现在挺理解妈妈的 理解 不过现在还有不理解的意思 就比如科技馆 然后就走着感觉 为什么 科技馆不是多好玩 老不让我去 老不让我去 就有点那个 我觉得这一对母女之间的沟通 落脚点不是在创业上 而是在于我觉得女儿和妈妈都在表达自己一个自己的心声 而且这种表达是双方对视的 是平等的 女儿的地位在上升了 她能够把自己内心所想的东西勇敢的用一个方式表达出来 实际上做母亲的我想小赵的妈妈也是一个有情感而且有智慧的母亲 在她爱自己的女儿的时候 她把这种爱用一种女儿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实际上我们曾经处理过这样一个个案 妈妈非得让自己的孩子明天早晨穿厚一点衣服 明天要降温 但是孩子为了漂亮 就是不穿 到了晚上的时候 妈妈发现孩子在上网 于是她也上网挂上自己的QQ和孩子聊 双方就在隔着一墙之隔 分别在两个房间里QQ聊天 妈妈就给她解释 为什么明天让你加一件衣服 因为明天要冷了 那么孩子逐渐的在和妈妈聊天的过程当中接受了 然后说我没有想到妈妈给我说的这些东西 和妈妈刚才给我说的完全是两个感觉 当你跟我说为了我的身体等等 让我加衣服的时候 我是接受的 但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口气 我不能接受 那个语菜 我不能接受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好像 我们得需要通过另外一种媒介来表达 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 对 当面说就怕就是说会发生发生那个争执 就是说吵起来或是狼起来 然后用邪性的沟通呢 就是说比较心静 就是说静下心来去谈 可能更容易接受 我这方面做的不太好 但是我儿子作为一个男孩子 我觉得他做的挺好 他老给我写一些东西 画一些小漫画 说妈妈我爱你 或者是爸爸你辛苦了 贴在哪个地方 我觉得我儿子这点就是感觉特别好 特感动 特别感动 当有这种方式的时候 这种沟通已经 他在给你一个信号 他要表达他的内在的情感 他要什么 他要反馈的 所以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内 给他一个拥抱 给他一个语言的鼓励和支持 我就是拥抱会有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也 也像这个妈妈一样给他写一份东西 张老师的意思是说不一定你要写个东西 对 要反馈一下他的情感 这有一个就是言语和非言语的回馈信息给他 言语就是说妈妈看到之后怎么怎么样 你要把你的感受抱上他 我很感动 我觉得我的儿子真懂事 真优秀 行为上的非言语的表达 你可以拥抱他 你说妈妈今天可以不可以给你做一顿好饭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当这样说的时候这个沟通就开始流畅起来了 我以后就是要注意这方面的 你就可以带他和小赵一块去科技馆 是吧 来我们听老赵爸爸讲 我觉得男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反正你会有那个麻麻的感觉 我没有 我们这种交流很少 好像是我觉得关键是没有这种时间去做这种交流 作为父亲这个角色也好 你给孩子的信息不仅是言语的 可能你父亲想说的会少一些 那么但是给他一个微笑 给他一个欣赏的注视 大家不要去看 这个注视和这个微笑对孩子来讲是非常有力度的 而且这个沟通甚至也都大于言语的沟通 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鼓励的都太多了 我恰恰对他 我特别希望给他一些挫折感 挫折教育 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么老赵的和爸爸之间的互动 就是要有更多的相互之间信息的沟通 就爸爸要给他更多的信息 好的坏的都给他 让孩子去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 感受爸爸的形象 和爸爸这个父亲的男性的角色的力量 是 好 谢谢 我们来答最后一道问题 各位家长 各位家长 如果在今后的教育当中你们会有什么改变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位小朋友 在今后和父母的交流和教育当中 你们最希望他们怎么做 最希望他们怎么做写下来 反正我又希望以后有什么好事都好好说 就别这么大扰 小周来 你告诉我们你写的什么 我希望父母能跟我沟通 我也希望爸爸跟我多交谈 不要在外面吃饭了 其实孩子这么说 我觉得心里会有点那种触动的感觉 其实在父亲里我算陪儿子比较多的父亲 你看他一般的周末都是我陪他一天 再来他学习 那很了不起 很多的学习 是一个好爸爸 来我们看看你爸爸写的是什么 加强沟通 言传深教 我会更多的尊重儿子的想法 多倾听他的一些意见 然后多一点耐心 和我的儿子交朋友 努力降低自己的口水指数 好好好 更多的谈心交流 尊重 学会倾听 贺卡和信件会继续成为朋友 作为家长 最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了解孩子 而了解孩子的最好的途径 就是倾听孩子心灵的声音 谢谢张老师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 能够帮助更多的家长和小朋友们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快乐成长的空间 谢谢你们关注我们今天的健康之路节目 再会 谢谢张老师 玩具 书籍 衣物 你是否曾经对孩子进行物质奖励 学习 家务 劳动 你会如何使用物质奖励 金钱在教育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念 心理专家做客健康之路 和孩子家长一起探讨教育大计